这是一台游戏机 名字叫做Playdate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没有吧 其实它去年刚出的时候 我就有关注到它 但是无奈一直卖断货 为什么它这么火呀 凭什么 一年多就卖出了五万台 而且目前有将近六百个游戏可以玩 平均每一天就有一个新游戏 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为它专门开发的 我的另外一位偶像 请出示文件和奥巴拉丁的回归的制作人 也正在为它制作游戏 所以到了今天 我终于忍不了了 最终还是 剁手了 还有一点很特别 就是这里 这是一个摇霸 就很像鱼竿旁边的那个摇霸 它可以让你在游戏里 进行一些特别的操作 那我们现在就打开咯 哇 好漂亮 拿到手上它真的很小巧 厚度不足一厘米 非常薄 盒子上面承诺说它是可以被放进口袋的 哎呀果然放进去了 最顶部是一个开机键 正面这里分别是菜单按钮 扬声器 一个方向键 还有AB按钮 底部有一个麦克风 一个耳机口 还有一个Type-C口 我来试试手感 打打 按键的手感很像 MM巧克力 不觉得吗 这个AB两个按钮特别像 MM巧克力豆 整个掌机是方方正正的 侧面有一个小小的摇靶 它是磁吸的 很优雅 转起来 转转 这个手感很好 非常顺滑 这个手摇靶一下就让我想到的那个表情包 小启哥 我听说过什么 手摇八音盒 手摇磨豆机 手摇爆米花机 手摇摄影机 还有手摇充电宝 哦对了 还有我最熟悉的Level钓鱼游戏 所以我认为这个游戏机就应该叫做 手摇游戏机 摇一摇游戏就来咯 Playdate的游戏是推送之 就像是我小时候会订牛奶 订报纸那样 每周呢会给我免费推送两个游戏 第一季一共有24个游戏 这个概念我觉得就真的很复古 而且很符合它这个 Playdate 玩游戏的日子 这个主题 不过虽然非常浪漫 但是真的不利于我做视频 我目前只解锁了两个游戏 一个叫做 Whitewater Wipeout 还有一个是 什么 Burder 都看不大懂是怎么玩的 哎呀这就让人很好奇了嘛 点进去看看 我是一个人飘在一个冲浪板上 哦冲浪冲浪冲浪 我好像回去了 我回去了 哎呀呀 转圈圈了 这么快就死了 再来一次 OK现在我明白这游戏怎么玩了 只是技术很差啊 这个冲浪游戏呢 就是你要转动它的摇把 控制你的冲浪板的方向 让你在浪来的时候 在那个尖尖上翻起来 然后尽可能能多做几个 360度的空翻 在这个正面的方向入水 这样算成功 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 一个运动游戏 但是一样用起来 实在是太难了 哎呀这个我觉得 这个想法这一般了 一般 我看看第二个怎么样 哎 拍张游戏吗 哎呀 这个很可爱呀 摇一摇这个照片 就清楚了是吧 开 耶 我拍到一个新的小鸟 看到没有 中间有个很小很小的 黑色的点 就是那个小鸟 你们没有人get的到吗 这是一个你一边旅行 一边给鸟拍照 并且收集这些照片的游戏 因为这个摇把 在里面呢 就相当于相机的镜头 你要给它对焦 你就这样转转转 然后把鸟拍到清晰的时候 咔嚓就拍下来了 可爱 我喜欢这个想法 当然还有其他 后续游戏的途径 比如说 这个小小的页面 我很惊喜 这么小一个复古掌机里面 居然会专门做一个商店出来 这些都是精选游戏 你可以在这边浏览之后 直接点击下摆 特别方便 我就是喜欢它的动画 它的脸是不是 哪里有问题 还是说是我 哦哦哦哦 那是鼻子 哎呀 我以为它们长张嘴巴呢 哎呀我天 学女孩吧 她看起来很厉害 长得像我以前的一个同学 紧张 诶 我已经落于人后了 哦哦 它左边有一个体力槽 你要是一直往前转转转 它用完了以后 它就会 啊 给你放一个屁 乌尔很冲啊 考虑到它屁股就正对着我 哎呀我发现这个动画好可爱 它这个屁股特别Q弹 我喜欢它这个屁股 往前骑一会儿 还要松一会儿 下坡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一些惯性了 骑得越来越好了呢 我本来以为右手转的话会很累 实际上是左手扶住它是最累的 这个下坡是制胜的关键 哈哈哈哈哈哈 哎哟 竞争很激烈啊 第一名呢 在这儿 它就又要消失在我的视野里了 决赛圈呢 还有就是可以自己去其他网站上购买下载安装 啥速度啊 百分之一的速度 速度也很复古呢 之前说的将近600个游戏 大部分呢都是这样的 这个就有意思了 比如这个滚球游戏 还有蔚蓝 玩起来就是蔚蓝 只不过是一比特版本 哦天呐 瞎掉了 哦我的天呐 男上加男啊 哦 上去了 耶 这是胃黑啊 这怎么会是蔚蓝呢 人们说的 天空来 这是一个前前后后转摇把 控制独轮车的游戏 还插口袋 插口袋怎么骑着车 装逼 哎呀 又倒了 大了齐呢 呵呵呵 我终于回到咖啡了 还有这样的解谜游戏 咦 变空快了 上去 有点那个88su的意思 推箱子进化版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平时不玩游戏的时候 就可以锁屏 进入这个时钟的画面 这个画面可以维持很久很久 耗电非常的少 这块屏幕呢只有1比特 也就是只能显示黑和白两种颜色 就像奥布拉丁的回归那个游戏一样 也是1比特黑白的 很有style 连20多年前的砖头Gameboy都有2比特 4种会多 但是只要拿出来对比一下 就能够感觉到 时代还是在进步的 Play Date这块屏幕 就对比度非常高 看起来很锐利 刚刚随便玩的几个游戏 都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Play Date 比起是一个游戏平台 更像是一个有陪伴感的电子玩具 离PS5啊 Xbox就比较远 反而离拓拔鸽子比较近 很有设计感 小巧可爱 还会带来惊喜 让我很想把它随时带在身边 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放在旁边 把玩了一阵子之后 连我都有一种想要学一点 简单的编程 去为它做一个小游戏的想法 这将近600个质量 参差不齐的小游戏 应该都是这么产生的吧 画面简单也没有关系 一个很小的idea 就可以萌生一整个游戏 Play Date背后的开发商Panic 这个名字可能乍一听 有一点陌生 他们是看伙人和 俄作剧的开发者 三个项目 每个都很成功有趣 每个都和前面的 完全不同 想法真的很浪漫 但是价格也是真的很贵 国内还只有黄牛货 要不是我可以拿做视频当借口 我也是舍不得买它的 但是呢 我找到了一个它的屏屏 也非常神奇 叫做Picco 8 Picco 8是一个幻想主机 也就是不存在的 编造出来的游戏机 它的主机不曾存在 但是它的模拟器 网上都可以玩到 有好多开发者给Picco 8 开发了很多画面简单的小游戏 大多数都是免费的 上面也有蔚蓝 而且Picco 8 本身就是Picco 8游戏的开发引擎 按Escape就可以修改代码 里面还可以画像素画 写音乐音像 反正很酷很神奇 值得说很久很久 对了 还有Analog Pocket 是一个插卡带的现代gameboy 我也很想买 但是舍不得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就在弹幕里面扣音 我就去买一台过来 开箱玩玩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 这个很像那个苏菲口袋魔法 就这么拍了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